地毕中国正在准备上海总部的装修工作,可没想到玫瑰却修并驾了。 李斯特盘算了半天,行政团队现在唯一有可能顶上来的就只有拉拉了。 而他对拉拉并没有信心,管理这样一个大项目,不仅要专业、敬业,项目负责人还需要和很多高级别的人打交道。 他觉得拉拉还太嫩,无法有效和高级别员工沟通。 李斯特以为拉拉见识过的世面是不能和玫瑰相比的,他能不能在何好德和科毕德面前像样的把话说清楚,连这李斯特都在心里打个问号。 李斯特一方面希望玫瑰的身体情况能侥幸早日稳定下来,一方面也知道不能指望这个了。 况且,他也意识到,玫瑰的怀孕本身就是一件可疑的事情,只是他无法证实。 一旦去核查,那就等于大家撕破脸皮,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。 这不符合他李斯特安全退休的大战略。 玫瑰怀孕之后,根据劳动法,女员工在孕期和哺乳期受法律保护,也就是说,只要他不犯大错,二十二个月之内没法吵他。 李斯特也不好因为人家怀孕就降人家的职,他可是人力资源的头,要是他敢那么做,那以后但凡公司里有员工怀孕,孕妇的主管就可以要求把人家降职。 那他李斯特还怎么做人力资源工作呢? 李斯特想,假如去找何好的特批招一个经理来,那么何好的必定会问他,以后两个经理,多了一个出来,怎么办呢? 权衡了半天,李斯特打定主意,少不得拼着给何好的质疑一番,挑战他对团队的控制能力罢了,一定要抓紧搞回一个行政经理,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再说,否则马上就没法过关。 何好的正在新加坡开会,李斯特决定等他回到上海再和他面谈。 同时,李斯特指使猎头公司紧急搜寻市场上合适的行政经理人选,自己就先开始面试了。 他在面试的时候,总要问应聘者同一个问题,假如由你来准备这样级别的装修预算,每平方米的费用会准备多少? 结果,几个大公司出身的人选都告诉他,一千五百元左右,听得李斯特是心理直打鼓。 李斯特找来拉拉,亲切地问他。 拉拉,广州办装修的时候,每平方米的单价是一千块钱,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上海这次的单价会到一千五百块钱呢? 嗯,广州办没有换交换机系统,他们的家具也是旧的,而且在广州办,高级别的员工比例比上海总部低很多,那他不需要向上海办建那么多的经理房啊,所以积电上省下不少费用呢。 那么,上海可不可以也不换交换机系统呢? 我找了维护商的工程师一起去查过了,系统已经满负荷了,不能再扩容了。 我们这次续约,是保持现有面积还是要再扩大百分之十? 还有,明年员工数会增加吗? 只有了解这些,我们才能知道是不是要扩容。 拉拉的这个问题,问到了李斯特欣赏的痛。 这正是美国地产部对他的批评,未来两三年内,员工人数将会达到多少,相应的需要多大的办公面积,这两个信息都没有在报告中显示。 还没有谈好租约的续签,就谈装修方案了。 呃,拉拉,假设是增加百分之十的人头,呃,办公面积扩大百分之十,交换机的容量就不够了吗? 能不能再想办法调整一下呢? 嗯,这增加的百分之十的员工是什么类型的员工? 呃,假如是经理级别以下的销售类人员,那还好了,公司不为他们设立固定的办公位置。 而假如是别的职能部门,比如说财务,市场,开发,那就一定要给他们电话分机了,这要具体分析的。 利斯特越发意识到,他向来看清的行政,其实有很多专业的内容。 他看到这样太危险,不知道哪个环节就要遗漏什么。 先前他还想过,找监理公司来付点监理费,买个安全。 随着对项目参与的加深,他越发意识到,项目的主管还得非常熟悉地币的内部流程和组织架构。 这个不是监理公司能够做得到的,就算找来一个内行的新经理,急切间恐怕都上不了手啊。 这个时候,上海办行政主管忽然辞职了,他本来无足轻重,只是这个时候走多少又加重了已经很吃力的行政部的负担。 李斯特想,不管能不能找一个新经理来,先要稳住拉拉。 呃,拉拉,玫瑰怀孕身体不方便,所以你这边的工作量会加重。 公司决定给你特别加薪百分之五,以示鼓励。 我相信你会在这样的众人中学到前所未有的又价值的东西,从而使得自己的职业竞争力上升到一个决定性的新高度。 拉拉天性是个勤快人,大学毕业分配到国营单位那会儿,他就成天地找活干,惹得同科室那般习惯于看报喝茶的同事们,一致讨厌他。 毕业将近八年,他已经二十八岁了,这点上仍旧是一点进步都没有。 有活干,拉拉就兴奋,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怎么把活干好,至于干好了能够怎么样,可以怎么样,他就几乎不想。 就算偶尔想想,他的想象力也就局限于拿个不错的年终奖,年终考核,拿个卓越之类的。 在职业生涯的规划上,他没有什么脑子,有点傻乎乎的。 比方眼下这个局势,做了两年主管的拉拉,目前的底薪大约是六千五百块钱,六千五百块钱的百分之五,等于三百二十五块钱。 这个微不足道的数字,和项目需要付出的艰辛之间的差距,和为李斯特安全退休做的贡献之间的差距,和地毕中国准备迎接CEO的任务之重大之间的差距。 杜拉拉并没有盘算过。 拉拉和供应商谈判很在行,因为他的注意力在那上面,而关于自己的前程收入等等,他没有想过要在什么时机和老板谈判,也没有想过自己的筹码有多重。 更没有想过,作为一个主管级的员工,他可以干脆焦嘀嘀地说自己干不来一个经理的活儿,至少提一提自己没有把握干一个经理应该干的活儿。 拉拉以为,那百分之五是一个光荣的象征,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,而且像李斯特说的,他可以在项目中学到东西。 拉拉没想过,学到东西当然很重要,可学到东西不就是为了谋得更好的收入和更好的前途吗? 总之,他没有想过,假如一个人把这样一个项目干下来,公司应该给这个人审吗? 要不是拉拉级别太低,他在这方面的弱智,简直要让李斯特蔑视起来。 李斯特看拉拉高高兴兴地全盘接受了安排,不由得在心里给拉拉下了个定义。 拉拉的附加值也就是那百分之五,他没什么高级的思路。 就是个干活儿的人。 李斯特以为,对于这类员工,不需要给他更多了,给他太多反倒要超出了他的想象力。 而拉拉这边,觉得自己受器重,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指派。 那边,玫瑰已经开始休病假,连交接都没有做。 拉拉发现,玫瑰是自己一手在跟这个项目,上海行政部别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谓。 拉拉干脆找来几个主要的供应商,又扯上了IT经理,黏着采购部的同事,成天忙得昏天黑地。 拉拉自己每天都要加班到十一点以后,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。 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杜拉拉生纸记》,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作者李可,演播张磊,人杰。 地毙中国总裁何好德,一回到上海就找李斯特谈话。 美国总部那边地产部总监罗斯的那封mail,使得他意识到,李斯特在这件事上是失控了。 他听李斯特汇报了玫瑰的事情后,心下明白,玫瑰的怀孕十分蹊跷。 可是就算查明玫瑰是假的,又能怎么样呢? 你不能指望一个假装怀孕的人来做好这个项目。 揭发玫瑰现在显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何况搞不好人家是真的怀孕呢? 何好德更关心的是,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来领导这个项目,以便保证有一个焕然一新的,体面的办公室,迎接CEO乔治盖茨。 OK,Lister,我们内部是否再没有可能的人选来管理这个项目呢? 呃,广州办的主管杜拉拉,半年前刚刚完成了广州办的装修项目,做得还不错。 但是,他做主管才两年多,经验不足以担当这个项目。 假如招一个新的行政经理来,那么这个人对地币的内部流程和庞大的组织架构并不了解。 他的工作能马上上手吗? 李斯特不敢说yes,何好德迅速权衡了一下。 Anyway,招人吧。 李斯特向他报告说。 呃,在招到人之前,我想暂时由杜拉拉来负责这个项目。 三个办事处的行政事务,也向他报告。 那么,他实际上是全面赞贷行政经理的职务了? 呃,是的。 考虑到他的辛苦,我们额外特批了他一次加薪。 OK,这个做得对。 以何好德的职位和他每天需要考虑很多更重大事物的脑子。 他不可能去过问一个小小的主管的待遇。 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,那个特批是可怜的百分之五。 在李斯特加紧找人的过程中,拉拉以一个不错的价格迅速拿下了租约的续签。 财务副总裁柯毕德对此很满意,写了个mail给何好德和李斯特表扬拉拉。 何好德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拉拉去跟进的。 到这儿,才知道是拉拉把这件事干得利索又漂亮。 李斯特对这件事的感觉有点复杂。 上海房地产价格高涨,写字楼生意走鞘,他不够了解行情。 之前又过于依赖玫瑰,疏忽了租约。 给美国地产部的罗斯指出来明显的披露,他尴尬之余,也担心搞不定许约。 拉拉搞定之后,李斯特松了口气,又觉得,其实这件事也并不高深复杂,倒给这个小小的行政主管一下就搞定了。 不过,李斯特也有他的优点,比如他是一个宽容的上司。 拉拉一上来就抢了风头,他搞定了租约的续签之后,不是由李斯特去报告大公告成,而是在自己直接发mail报告李斯特的同时,也抄送了财务副总裁科毕德。 导致大家都看明白,这是拉拉搞定的,不是李斯特搞定的。 李斯特略感尴尬,却没有怪罪拉拉,这倒要算拉拉的幸运了。 换了别的上司,拉拉干了活,没准还得被收拾。 关于预算,拉拉提交了清晰的费用分析,要求750万预算。 DB中国管理层在听取了他的演示后,理解了这个数字的合理性。 但是,由于750万和先前的450万之间的差距太大,何浩德感到重新提交申请的时候,假如一下子从450万跳到750万,会被亚太和美国总部质疑专业性和严肃性的。 为此,最终定了个500万,主要是以需要增加10%的办公面积为由,而涨了个价。 拉拉大伤脑筋,为了省下可能的钱,他想,得尽量地把现有的东西翻新使用。 为此,他强令供应商做足了翻修的功夫。 比如,木料是比较贵的项目,它就让人家把现在的木矿全拆下来,重新抛光上漆。 供应商说,很多木矿原来已经有碰伤,不好翻修。 拉拉灵机一动,让人家把所有的门框先刨出倒角,再上漆,就像新的一样了。 可这样做十分费功夫,弄得供应商是较苦不迭。 另外,为了省下机电方面的费用,拉拉响只有大量减少精力的房间。 因为每个房间需要一部独立的空调机,而假如是在公共区域,同样功率的一部封机就能支持三个员工的办公区域。 按照地币公司全球的采购规定,必须使用北电的交换机系统。 拉拉一算,要是换新的系统,费用就过一百万了,可不是玫瑰说的五十万。 由于每一间经理室的分机点配置是三个点,而在公共办公区域,每一个员工的分机点配置是一个点,要比经理室少用三分之二的资源。 减少一定数量的经理室,就能减少分机点的数量要求,现有的交换机容量就可能支撑百分之十的人员扩充了。 而要减少房间,就得让现在拥有自己独立办公室的部分经理,在未来的新办公室里,搬到外面的公共区域办公。 这会触及到很多人的面子和利益,摆明了是个得罪人的主意。 李斯特一看拉拉的这个建议,她的头就大,根本不肯考虑,只一味地压拉拉,想别的办法省钱,比如换个便宜点的装修商。 拉拉可是给愁坏了,换装修商的档次,她就没法干这个项目了。 一是因为地币内部的人员资源很少,她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项目经验丰富的人员可供她调钱,所以她很需要一个协调能力好,手艺高的装修商。 二是地币管理层的要求很高,没有好的装修商,但是领会并且表现管理层对项目设计的要求都很困难。 拉拉斯来想去,还是要在翻新现有配置和减少房间数量上打主意。 何浩德是个勤奋的总裁,晚上九点后下班对于她来说是常事。 每次走之前,她会经常不动声色地观察一下,哪些部门对哪些员工还在加班。 她注意到,拉拉天天都在加班。 拉拉迅速拿下租约续签的这件事,让何浩德对她有了初步的好感。 在听取了拉拉做的项目计划的演示后,她的专业和敬业更是引起了何浩德的注意。 一天晚上,何浩德下班之前,远远地望到拉拉又在加班,就大步走了过去。 看到拉拉在桌子上摊着办公室的平面图和积电图,正拿把比例尺专心致志地在图上比划着。 何浩德走过来,拉拉也没有发现。 何浩德轻轻招呼了一声,拉拉这才发现大老板站在面前,赶紧站了起来。 何浩德微笑着,邀请拉拉去自己的办公室谈一谈。 拉拉受宠若惊地,赶紧跟上高大的何浩德。 何浩德问拉拉有什么困难,拉拉就直接说了费用的难处,并且趁机提出了想减少精力房的思路。 何浩德问他和李斯特谈过这个想法没有,拉拉说谈过,因为这个做法会影响到不少中级经理和一线经理。 李斯特希望能找到别的更合适的办法。 OK,拉拉,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? 嗯,是的,现在几家供应商都是市场上最一流的设计公司,他们很专业,经验很丰富的。 我和他们反复讨论过了,真是没有更合适的办法了。 何浩德估计到李斯特怕得罪人又不敢下决定,他迅速在心中权衡了一下。 OK,我明天先和李斯特·科毕德沟通一下,马上在管理层立会上,让各部门的头讨论你的提议。 拉拉离开何浩德的办公室前,何浩德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说, 拉拉,如果我能做什么,一定要让我知道。 拉拉感到很是温暖。 由于总裁何浩德和财务副总裁科毕德的支持,拉拉的提议被管理层采纳了。 李斯特见何浩德对拉拉有好感,觉得这也不错。 倘若日后再碰到大难题,不如干脆就鼓励拉拉多和何浩德直接沟通, 说不定更容易为本部门争取到资源。 他自己呢,也好少去遭遇何浩德的挑战,还能落得个发展下属的美名。 李斯特招行政经理并不顺利。 另一方面,他看到拉拉主管项目一路进展颇为顺利。 拉拉虽然找他沟通的不多,却很听话,干活卖力也是有眼就能看见的。 他交代个事情,拉拉跟得很紧,而且马上落实个结果给他。 关于干活,李斯特没什么好挑剔拉拉的。 李斯特曾听人说,何浩德经过拉拉的位置,好几次都亲切地和拉拉说话, 而对那么多重要的经理,倒没见得何浩德有那么个功夫。 他自己在和何浩德谈装修项目的时候,何浩德几次都表示了对拉拉的关心, 这也证实了传言的可靠性。 李斯特又想到,玫瑰身体好了,回来上班的话,到时候如果有两个经理,也不好办,还得他自己想办法摆平。 于是李斯特下定了决心和何浩德说, 招人很不顺利,拉拉把装修项目控制得很好,我看不如就让他把项目管到底吧。 何浩德十分赞成,他笑咪咪的连声道好,仿佛就等着李斯特开口说这句话了。 李斯特心说,这个建议可算是对了他的胃口,他自己愿意用赌拉拉的,到时候好,大家都好,不好他也怪不着别人了。 拉拉虽然获得了何浩德的支持,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。 比如,那些失去自己独立办公室的经理,有的就对拉拉很没有好生气。 有一个休养差些的,瞅个机会拍着桌子问拉拉,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看人摆菜碟? 拉拉是气得不行,但也只能耐心地解释自己并没有看人摆菜碟。 地毕中国总监级别以上的有二十来位,都不是好伺候的。 李斯特再三强调,让拉拉不要和各个部门搞坏了关系,拉拉只好一一陪着小心。 。 立刻转弱。 立刻微信了下 Jahr야。 可以示 тебе有很多事情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